不得聖杯 劝能維持直播不間斷 全靠訓練有素的工作人員 以及多年累積的經驗 每個月一次的教育訓練 全都是為了一年一次的大麻進香 分為圖文組 直播組 設備組 後勤組 運輸組 要進入團隊其實不容易 考驗從面試就開始 這是一個非常高門檻 而且很辛苦的這個苦差事 我們在徵求新夥伴的過程當中 就是說我們上面就寫得比較特殊一點 三餐每一餐 然後我們坐車都是做中古的 然後晚上要人員的載運的時候 我們都會比較擁擠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可能就是全部都是睡地板 我們會經過第一道關卡就是面試 那面試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遇到我自身沒有把握的 行不行可不可以加入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會請他去詢問白沙圖媽祖 看媽祖可不可以給你三個聖交 說可以來到我們這個網路電視台 來參與這個義工的協助 有時候甚至是神選人 交由白沙圖媽祖來定奪 人員來自全台北中南 集結各行各業 護士奠基公司經理 全都是無幾職 憑藉對媽祖的信仰堅持至今 單兵退伍之後 就找到一個 不是白沙圖媽祖 那主要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他都是固定的路線 而且他就是很隨性的走 到現在走了十一年了 那我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也發生過 腳有十幾顆水泡 那水泡也是泡中泡 攝影的任務 所以會想盡辦法的把它撐過去 換班而已 然後就是走到一半 鞋子就被踩掉了 就是一隻腳是沒有穿鞋子的 走了大概兩公里了吧 他現在心中有跟他說 就是我鞋子掉了 但是現在沒有人支援 媽祖最後很快速的選擇一個店家 就也沒什麼考慮 就直接進去 網路電視台2016年3月開播 從150萬陽春的攝影棚 到如今導播室最新的攝影機導播車 前完設備與時俱進 但要捕捉飄忽不定的粉紅超炮 這是最困難的點 除了設備的熟悉度 再來就是我們鏡頭的掌握度 有時候當助理的時候 那個不知道媽祖 有突然要左轉或右轉 那就會跟不上人群 那跟不上人群 當你越來越遠 媽祖走另外一條路的時候 你就會在那個十字路口 都不知道說媽祖往哪裡走 累積經驗解決收尋問題 做出成績之後 白沙圖媽祖電視台靠著網路總內 還有信眾的捐款得以持續運作 成員無信為媽祖奉獻 希望更多民眾看了網路直播之後 藉此了解白沙圖媽祖問題